請問你的夢想是什麼啊? 我的夢想啊? 你師父也有個夢想 你曾經的夢想還在嗎? 夢想對一個平凡的我太奢侈了 人們總說 夢想嘛,想想就好 總歸還是得面對現實啊 誰還沒夢想呢? 有的人想當藝術獎 有的人想到與好遠 但最後呢 還不是都得乖乖地回到現實 繼續生活 所以 夢想 想想就好 別擔心 因為追逐夢想都換成了才沒有言 他們常常讓我認清現實 別追求不切實際的目標 我還記得當我說出 我想當導演的時候 那些人的影子 下次看到一個幼蠢 有點這樣 又不自量力的白痴 甚至就連我媽都這麼說 兒子,你看 現在沒有一個人支持你 你說咱們家的人 沒有一個人是做這一行業 這個電影行業跟我們家 好像沒有任何關係 你的阿姨呢 他們的孩子就是沒有好好的聽父母的話 結果現在青春和虔誠都不盡善了 親媽媽等了 我們都是為你好 咱們能不能換一個裝飾 當我聽完最後這句話 在我平靜的面孔下 內心的希望瞬間破碎 因為我感覺連最後的依靠也隨時消失了 直到以後 總感覺世界暗淡了些 溫如在海上寒心的船 失去了燈塔一樣 沒有了方向 在外來看 可能就是小提大作 所以 我並不打算就此放棄 因為我覺得既然有夢 那就要永不放棄 我覺得我又可以了 我大聲地向朋友圈宣言 當一切都看似在好轉時 當我內心再次充滿了希望 當我覺得我真的能行的時候 生活再次地把我打回了現實 當我意識到 現在連夢想都有標準大漢的時候 我忽然覺得他們說都對 我可能就不適合做這個 我壓根就不該做這種白人夢 我根本就做不大 像我這樣的人跟別人談夢想 可能連狗都會小 你覺得我能成功嗎 不 我不能 我就不應該有什麼夢想 因為我根本就不配 夢想能當放置嗎 這個世界本來就不是你努力的 就能成功的 什麼夢想啊 我不要了 你啊現在才18歲 正是青春風暴的時候 有大把的時間可以去追逐你的夢想 將來你會為你努力過的人生而感到驕傲 世傑不要灰心 我是相信你 加油世傑我看好你哦 你雖然不是罪犯的 但一定要做奴役的自己 相信你自己 姐永遠支持你 你啊才18 爸 有大把的時間去成為任何你想成為的人 你不妨大膽點 你才18歲 你可以成為任何你想成為的人 大膽的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吧 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認為你是可以的 你滿心大膽的出去幹嘛 你要好好努力加油 你要好好努力加油 要好好努力加油 但我也得有自己的想法 去做自己真正任愛的事 吃點 吃飯了 少年的勇氣 常被誤解為叛逆 但就是這些被誤以為的叛逆 才使得少年意氣分發 無所畏跡 勇往之前 我相信 無論年齡 每個人都有夢想 只不過重重原因 有些最後可能沒能撐著 但請不要灰心 當你覺得為時意願的時候 恰恰是你人生中最吵的時候 玩的是你從來都不敢開始 只要有心 何時開始的步 請記住 你努力吹夢的樣子 真的很好看 成是少年的我 一成人 十八歲一切都看似剛剛好的樣子 剛剛好好年少的自己告別 剛剛好好成年的自己出世 少年時的輕狂 改為的沉穩 同時也不管是其少年的勇氣 去大膽勇敢的追夢 結果會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但我能決定的是 未來的我 不會因為現在的我沒有勇氣去嘗試 而後悔 最好 請相信自己 不要輕易停下 不要輕易反擊 盡全力去努力 不要怕 怕就會輸一輩子 摔倒了就站起來 勇敢地去追逐自己的夢想 加油 所以你的夢想是 我啊 我有個夢 叫電影夢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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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